中文字幕——YK 文字色变 我一看到 那个时候一看到 这个胡总的 这个手机上显示胡总的电话 这个心里面就感觉要紧张 和平年代本期为您播出 铁面把关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 一缕灰尘 一根头发丝 一个气泡 这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 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细节 然而呢 有一群人 他们的工作 就是和这些细节打交道 上万次实验当中的一次失败 千万分之一的误差 这些呢 他们都要刨根问底 挑毛病 已经成为了他们的职业病 他们就是承担部队装备兼造 这辆把关任务的 军代表 今天呢 我们就要带您认识一位 在这行干了二十多年的军代表 胡静 作为我们军代表师 我现在关心两个事 第一个是 除了这么大年纪的不合格 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们查击是没有 是材料本身的原因 还是加工的原因 是吧 胡静是空军某军事代表 是总军事代表 像这样的质量分析会 每个周一都会按时举行 遇上赶工的日子 整天整夜都泡在会议室里 也是常有的事 开会是军代表们生活中的 一个关键词 胡静的办公室内侧 有一个暗示 洗漱用品 一应俱全 不论是加班还是出差 随时待命 这是军代表生活的 另一个关键词 有这个吗 这个是干嘛呀 军带表示部队和地方工业部门之间的一座桥梁 小制一块零部件 大致整体装备 齿无巨细 都需要经过他们的最终把关 你看这里面金属丝 非常细 直径只有25微米左右 一微米是十个负瘤脂肪米 十个负瘤脂肪米 是非常非常细 它这个汗间的难度很高 少有不胜 虚汗 或者是基础不良 或者是汗不上 这种故障以后会有什么影响 虚汗是个特别特别麻烦的故障 毛病 如今的胡进用厂方代表的话来说 是一位专家型的总代表 二十年来从一个门外喊到技术专家口中的行家 胡进这一路走来并不轻松 1979年 年仅17岁的胡进 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的首批学员 四年后大学毕业 胡进来到了富纽山腹地空军某机场 当成了一名机载电子对抗设备技师 然而第一次执行任务 他便被彻头彻尾的铺了盆冷水 接着有一次我们执行一下很重要的任务 我和战友们呢 前前后后总共精心准备了两个多月 但是没想到的是呢 任务刚开始 设备就故障了 结果造成任务失败 仅仅一两个零起舰的故障就造成了整次任务的失败 从那天起 装备质量就是战斗力这句话 便深深地刻在了胡进的心里 后来我有幸当成了军代表 自己呢 成为了装备质量的监督者和守护者 那么部队这些经历呢 一直像影子一样 跟着我 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个动民情况好吧 基地 把基地拿出来 基地 找个基地 接一下 一照的 一照的 看看 对 好的 不行正常的 再换一顿看看 再换一顿 再换一顿 从军代式开始 一换 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 谈起刚刚成为军代表的日子 胡进至今 仍记忆犹新 我当时刚来的时候呢 只要一进去实验场 就拉肚子 不知道什么原因 需要打针都不管用 后来听老东子讲 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水塘啊 它这个死水塘 它的水源来自于雨水 那有的时候长期不下雨 这个里面水就臭了 就变质了 变成一个吃的一个自然要拉肚子 作为军代表 无论是边黄海岛 高山哨作 还是平时的试验场 少则一个月 多则大半年 时时刻刻 都要和装备在一起 我记得有一次 我到凌晨吧 三十点钟 好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 就突然感到这个 腿下有一个冰凉的东西在弄动 把灯打开一看 吓了一跳 一条这么长的蛇 是我们这里的一种毒蛇 叫火车垫 爬到船上来了 胡进明白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代表 唯一的选择 就是尽快适应这样的生活 然而 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正是接手工作时 面对各方技术专家 别说是提意见 胡进甚至都插不上一句话 当时由于很年轻 能力素质也不具备 不知道怎么干 尤其呢 面对地方企业的技术人员和专家的时候 往往不知所措 后来我们的老军代表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不用怕 你只要从认真做起 从敢于挑毛病做起 你就能逐渐入门 从最初的敢于挑毛病 到善于挑毛病 再到如今 挑出毛病的同时 提出解决方法 渐渐的挑毛病成了胡进 一个改不掉的习惯 干什么事 都以挑起的仰望去看 比如说三成堂买菜 我看到西红柿 看到黄花 我都看半天 看有没有毛病 只要把最好的挑出来 因为今天风比较大 这个弧度跟着很稳定 然后造成这个灵界 但是我们这个也达标了 我觉得这个也应该算过了 那我问你 我们正常测的时候 指标应该是有余量的 如果指标有余量的话 风再大 它也一个达标 对吧 所以我觉得咱们的系统 可能还有模式的话 没调到位 所以今天呢 我们军研研修 我们今天暂停一下 李代表暂停一下 请你们今天要加个班 晚上我们李代表跟你愉快干 加个班 晚上把系统好好擦一擦 看下还有垃圾地方不太稳定 一定把它调到位 调到位以后你们 像这样的场景 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装备问题面前 毫无情面可留 毫无借口可言 也正是因为如此 胡敬得了个胡铁面的称号 就是我跟胡总也是认识很多年了 就是他的孩子和我的孩子 他们还是幼儿园的同学 有的时候还经常在一起 开家长会交流一些这个孩子 培养孩子的一些这个心得 但是呢 在工作当中 特别是在质量问题处理当中 那么遇到问题 胡总是还是非常坚持原则 就是丁是丁某是某的 就是毫不讲情面 不管对方是谁 只要发现问题 胡敬便揪着不发 同时全程跟进问题的挖掘和处理 有时间就亲自前往督察 没有时间就电话远程操控 他这股镜头让企业的相关负责人 是又净又怕 夸张一点说吧 就是我一看到 那个时候一看到这个胡总的这个 这个手机上显示胡总的电话 这个心里面就开始要紧张 谈起胡铁面的威名 几页里里外外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孝 而这成名站还得从几年前说起 那是一次例行的装备质量检查 某装备的一项设计指标 与新标准存在差距 尽管按照老标准 装备已能基本满足使用需要 但是会有一些潜在的隐患 于是胡锦当即下例 必须整改 如果一个装备 它基础在成熟 它成本在低 但是呢 它适应不了未来的受伤使用需求 这个装备 也肯定没有生命力 对企业来说 按新标准进行整改 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费用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某个装备在部队 出了安全问题 或者说出了安全事务 其后果造成的损失 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 军带士接到部队的球员电话 第一批装备出现了停机故障 接到部队电话以后呢 我这个信心特别着急 压力也特别大 虽然造成了停机 这个装备的损失并不大 但是如果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增加到位 以后就有可能出更大的问题 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这时候呢 我心里非常着急 操作失误还是设计缺陷 个别故障还是批次问题 这一切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判断 丝毫扑言不得 当天晚上 无尽便给企业领导打了个电话 你好 当时我的语气非常严厉 我说所长 我请你十分钟之类 务必到我办公室来 我要重要的事情向你通报 那么语气很严厉 那么这位领导呢 他也感到情况比较严重 所以来的时候呢 把他相关执政部门的领导 都带过来了 来了将近十几个人 当着厂方十几位代表的面 估计当即宣布了三项命令 立即暂停军检验收 暂停装备的交接发运 同时启动对企业的专项审核 这突如其来的最后通牒 让厂方代表大惊失色 不到关键时刻 不到重要关键 我们一般不会做这样的决定的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促使企业 能够尽快的完成好装备的增改 我们以这种方式 应该说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起到了比较简直的效果 在湖近的这一系列重压之下 企业立即连业组织试验 启动整改 很快便将整批设备 提升到新的标准 原本的隐患也得以彻底消除 空锁中湖近不近人情 也于生活中却是个活跃分子 这样河底下的一场友谊赛 吴敬也不改较真儿的脾气 不拼可你死我活 他绝不把球 就是你看他现在打球一样 就是一板一眼的 就是每个球都得救 不是说那种纯残活性的 还是很认真 但同时在另外一方面 这种认真实际上也有透的轻松 就是说你打球就是活动就是这样的 要玩就玩得尽兴 在军代师和企业合办的联欢会上 吴敬也是台阶幕后的骨干力量 每年他的节目总是全场最受欢迎的一个 前两年有一次是 我们是厨艺大赛 就是每家要带一个菜来 然后公选的评委来打分 来比出一二三能奖 他也自己做 自己做 他除以 男同志里面可能为数不多会做菜的 二十一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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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大虾还便宜 大虾是二十六 二十一块五 那个用搅拌机搅的 回家炒的不好吃 那刀切 切的细一点 用回家跟青椒炒的 做饭也是胡进的爱好之一 只要一有时间 他总会亲自下图 给家人做上几个拿手菜 回来啦 回来啦 来 哪里呢 在房间看书呢 哦 这么认识啊 嗯 这种烧一次菜呢 要吃好几天 因为平常晚上不说晚上 这家吃一顿的 对吧 那今天烧啦 从星期一个吃到星期三 胡锦说 自己做饭的时候 从来都不用妻子帮忙 一来是想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二来 他也从来跟不上自己 做菜的进度 我昨天去买的下 昨天晚上 一家三口像这样 坐在一起吃饭 如今 已经成了家里的稀罕事 妻子冯尊英说 结婚二十三年 他早已习惯了丈夫 不常年不着家的生活状态 胡锦偶尔在家都待一阵 他和儿子甚至还有些不适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可能我一周能够见到父亲的时间 也就是几个小时 嗯 因为早晨他可能出门 比我要早 因为我才上大学了 我一般课程的话 也就是在十点钟 八点钟开始 他肯定是在六点钟左右 就已经出门了 而晚上回到家的话 哪分两种情况 如果父亲不出差的话 大概是在十点钟以后回来 那如果出差的话 那肯定就是见不到面的 我从小在军营中长大 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 在部队大院里头 看到这个我的爸爸妈妈 我们大院家家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正常 我也习惯了 尽管时常把习惯了 这三个字挂在嘴边 但谈进往事 冯苏英还是一度情难自尽 我希望父亲能 在我身边不能讲 江老师 所以我不能讲这个事情 总是太多了 他从来也不顾家 也不管了 哎呀 我真的是习惯了 结婚23年以来 去年是一家三口第一次出去旅游 对于家庭湖近有很多亏欠 但既然选择了这身军装 既然选择了军代表这个职业 他不会后悔 采访的过程当中 胡静一直在强调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说代表师的同志们 大家都是这样 有人一次次的推迟婚期 有人顾不上刚刚出生的婴儿 有人没能见上母亲的最后一面 也许会有人说 他们付出的太多 但是能够让几十年的奋斗 几代人的梦想成为现实 这比什么都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欣慰 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二十年国际长空 无数次创造记录 空军第六批女飞行员中 她如何成长为头艳 当事业如日中天 病魔却突然降临 神患癌症的她 能否痊愈重返蓝天 空军唯一女飞行团长 用坚强意志 书写人生 和平年代 下期为您播出 两会特别节目 我身边的代表第一集 情细蓝天